公車是大台北地區民眾很重要的運輸工具 但往返青北泰山以及台北天母的616路線 卻有司機確診 這位確診的公車駕駛是因為兒子確診 匡列篩檢後也確診 他從7月8號起就沒有上班 11號裁檢後12號確診 所以青北衛生局並沒有匡列乘客 但聽到長搭的路線司機確診 民眾難也憂心 可能也賣你一個罩子 有點害怕 可是也沒辦法 就是要上班 還是得搭公車 畢竟看看公車上的防疫措施 儘管車上有QR Code 讓民眾登記實名制 不過並不強制 另外量體溫 礙於人力考量也無法執行 至於窗戶全都是不能打開的密閉窗 只能靠空調冷氣換氣 而跟這位確診司機共識的其他人 PCR採檢結果也陸續出爐 中興客運泰山站這邊12號 緊急將站上所有車輛消毒 但據了解 儘管雙北上週 已經啟動公車司機的疫苗專案 該站仍有14名司機未接種 目前客運公司加緊造冊 也避免疫情擴大 TVBS新聞 盧鴻昌 李怡婷 台北新北採訪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 TVB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 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